嘴里念念有词 燃烧金纸 煞有歧视 准备发号失灵的对象是地上的纸人 好奇民众围观看表演 纸人到底会不会移动 摊主特别提醒民众不要拍 别上传影片表演的内容超神秘 直级民众爆料表演中声称铁棍 有法力地上的纸人会动 讲的活灵活现 地点在高雄临池潭旁 左营万年季期间路旁摆摊 葫芦里到底 卖什么药 应该不会这么简单吧 应该也不会做那种没有钱的生意 可能后面还是要投钱买 甚至后面会不会买药推销 这样的一个状况 可能会有一个募款箱之类的这样而已 类似街头艺术表演这样 来到摆摊地点 同一个摊位又出现了 道具不止纸人 还有黄金蟒和鸡蛋摆在地上 人潮越聚越多 自称正在建庙用表演和民众结缘 点箱号称纸人能够爬楼梯 剧本似乎都是同一套 男子准备一盆水民众掏钱放进去 事后声称已经变成钱母 把钱归还民众 再拿出结缘品发送 民族专家研判 贪位的表演只是噱头 表演人员号称建庙中 跑到左营万年纪摆摊 打游籍声称没有强迫推销 表演的内容被质疑是细法 引发讨论 三天新闻南部综合报导